好,我们看看这一题 这题是讲什么呢? 它就说有两个positive integer a and b 然后a-4和b就是一个gs 好了,但也倒过来 我们就是-4ba 反而是一个as 这个是很特别的情况 然后它就说find the value of a, b 我们也是想起 如果as也好,gs也好 它有什么特别的个性 尤其是三个terms是有些东西很明显的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gs的话 譬如这里a-4和b 我们知道-4 over a 就会等于b除-4 其实你再进一步 就是说第一个terms乘第三个terms 就是a乘b 在这个情况下,你用交叉相乘的方法 你知道,其实就找得到 它会等于中间的数的二次方 所以这里基本上part a就做完了 当然 我们做part b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 其实刚才所说 对于as会不会有什么特性 as如果只有三个terms 也就是说第二个terms 其实就是前和后两个terms的平均数 所以我们可以写到 b这个是中间的terms 然后前后两个terms 就是-4加a -4加a 为之中间的terms 这个是for as的特性 好了,如果我现在知道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就代入去 本身part a做到的东西 a乘b b就是a-4 over 2 首先要找了a,然后才找b 等于16 然后我就会得到a2-4a 接着这个是32 搬回来减32等于0 那我就会得到a-8 或者a加4 这样乘在一起 就会等于0 所以a就等于8 或者这个是-4的 好了,那你找到a之后 你就要代入去 即是如果你a是8 那b就等于8-4 除以2 所以b在这个情况下就是2 但如果你说不是啊 a是-4 那b就会是-4-4 再除以2 其实就是-4 所以答案可以是什么呢 这个solution就是说 你可以是 就是这个8 然后就是2 或者就是 4 就是-4 和-4 那是两个solution 但问题呢 记住留意题目 a和b 就要是positive integer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rejected 所以你只得到答案 就是8和2 这个solution OK? 好,那就是part c了 那他现在就会问 sum to infinity 那part c这个呢 其实part one 我知道就是a-4b 那然后呢就是说 咦?那我可以找一个ratio出来的 那ratio呢 因为我知道a就是8 那b就是2 那所以呢就可以得到就是 我们找一个ratio ratio就可以是-4 over 8 那这个呢就是-2分1 ok?那这里a呢 first time是8 那r呢就是-2分1 那sum to infinity呢 就是a over 1-r 那a over 1-r a是8 然后呢1-r呢 就减这个-2分1 这个数 那就是8除以 这个就是3 over 2 那就是8乘以2 除3 那所以这个数目呢就是16 over 3 的 好了,跟着呢part 2呢他就说 咦?那这次就不计些负的terms 哦,只是计positive 那就是第一个term是8 第二个term是2 那ratio of this case呢 就是我们只是计正数嘛 本身第三个term 就在这个sequence里面 为之第二个term 因为skip了所有负的term 那所以呢,我们就可以说2除以8 那这里呢,那个ratio呢就是4分1 那然后呢sum to infinity呢 那因为第一个term呢就是8 那然后呢r呢就是4分1 那8除以1-4分1 那就是8除以这个呢就是3 over 4 那就是8乘以3 那所以答案这里呢就是32 over 3 那这个就是答案了 8分1 6分1 4分1 1